本所于12时46分接获110通报后,立即派员前往现场 到场后发现于台九县造工农场前入口 散落物片及台九县南下外车道及基曼车道约200公尺 立即实施交通疏导,并通知第四公路段派员协助清理 现场于14时20分清理完毕 所幸未造成其他人车事故 对于本案,违规将对驾驶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自单举罚 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 并计违规点数2点